我觉得网友真的非常有创意 不管是三角追长颈鹿还是火龙果 就各式各样的这个有连雾 各式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都 是给我们一种赞美啦 根据统计 机车是台湾人最爱的交通工具 有五成民众习惯以机车代步 而在全球环境议题升弯及政府补助政策下 电动机车在台湾道路上也越趋普及 民众购买电动机车的意愿也明显提升 电动车吧 为什么会想要选电动车 因为比较方便 GoGo或是Yama Ha Yama Ha现在有推这一类的东西 应该是燃油 为什么想要选燃油 因为电动车听说会没电 电动车因为比较安静 嗯 燃油吧 主要是换电站嘛 感觉现在还是燃油的人会比较普及 但是过十年后收运我就想买电动车了 从机车新增挂牌数据统计可发现 107年电动机车单年挂牌总数为七万多辆 占该年机车市场百分之九点一九 108年电动机车单年挂牌总数超过十七万辆 市占率为百分之十八点六八 在电动机车中又以GoGoro市占率独占凹头 但即使是电动车龙头的GoGoro在今年销售也明显下滑 如看整体燃油机车与电动机车的新增挂牌数 今年八月份电动机车市占比相较于去年八月 也从百分之十八点八下滑至百分之七点七 而补助政策被外界视为电动机车销售下滑的主因 购买电动机车的补助只要来自工业局环保署和地方环保局 今年工业局购买电动机车的补助有一万降至七千 环保署取消单纯新购电动机车的补助改为太旧换新 且购买七起的燃油机车也适用 许多县市环保局也取消了新购电动机车补助 虽然补助变动幅度不小 但电动机车进来也推出清明价格款 但这价格来说不算绝对弱势 那究竟机车组的考量点是什么呢 透过街访发现 多数机车组谈到电动机车最先联想到的都是Gogoro 我们统整了机车组对Gogoro的系列问题 并专访Gogoro给予回应 我希望他们的色情可以好看一点 我长得像分九嘴 我太低了 倾角太低了 我过弯都45度 它Gogoro三代太糟了 再出下一代吧 下一代再考虑一下 Gogoro的设计呢 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看到它以后会想要去讨论 所以其实慢慢的有30万辆的Gogoro在马路上跑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设计慢慢就变成一个主流的设计了 大家就是会慢慢喜欢上 然后也觉得它其实蛮酷的 电动车它现在充电还不是很方便 其实你去哪里其实你都很不方便 它在那个清淡女的院子里 所以我要骑到清淡女的院子里才可以换电子 然后我其实找了不久 它充电站就是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很不明的鞋 就是如果要骑到外线市不一定有那个充电站 那可能因为我们住内湖 然后可能这边上班族比较多 然后换电的时候就换到那种六七十七八十 它都六七十比较多 那边我骑一下很快就要再召唤电站这样 目前在全台湾有超过1800个电池交换站 在年底会有1900座 那打开APP上面一看的话 就会知道说在台北市在新北市 其实电池交换站的数量比加油站还要多 Gogoro其实可以换到了 那中油跟我们有非常多的合作 那中油呢它最主要目的就是会在一些比较偏向的地区 去盖很多的电池交换站 那我们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就是盖所谓的Super Gold Station 所以当我有Super Gold Station的时候代表供给量增加 消费者拿到宝电的电池基本上也就会机会越来越大 手机APP会通知我们需要保养 但是就会我要预约的时候必须预约的时间很少 大概会有隔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时间就是那个才预约的到 不管保养或是维修 好像都是都必须预约的 对 没有办法那么其实 保养或维修嘛 主要是时间 可能要排 就像游车你看到任何人的那个修车都可以去 我们在全台湾线有超过一百多间的这个维修保养中心 那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消费者如果有需要去做维修保养急需的话 其他走到GoGo的维修中心 我们都会提供这个服务 预约制度其实是因为让消费者在 时间管理上面更为便利 而且他的电费也比较贵 本来也是想要买GoGo楼了 但是最后想想他不能骑到宝 然后每个月都要缴月租费 你买车的时候 其实电池它是没有在这个车架里面的 它其实是一个租用的概念 虽然的确我不可否认在油价比较低的时候 好像过去半年油价都非常低 所以电费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高 但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油价它七起伏不会 它永远不可能这么低的 它一定会慢慢慢慢往上打 除了换电站 环保也是电动机车常被质疑之处 如同汽油从炼油到运输至上路都有污染 电动机车的电池从生产到淘汰 真的有我们想的这么环保吗 本身现在七起环保 它污染力已经降很低了 你电动车你的电瓶也是个污染啊 电池那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当然Gogoro电动机车优势 就是在马路上没有排放 但它之前没有排放当然是有啊 它发电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排放 那你说七起相对于之前的 1234567有没有改善 那当然也是有啊 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七起它整个排放的 不管是PM2.5 或者是一氧化碳或者二氧化碳 或者是等等的这个有毒气体 它其实都一定是高过于电动机车 这件事情无庸置疑 如果你源头管理到最顶的话 还是一样 那很多的网友就会讨论就是说 啊这个电池好像不太环保 Gogoro是全世界里面 唯一一个厂商拥有这个电池 因为我拥有这个电池呢 所以我对于它的整个 Lifetime的一个处理 我们会负百分之百责任 所以我们会想它的第一生命 第二生命第三生命 不能拿来做摩托车的使用了 你可以拿来做储能装置啊 再不行了我们就会再把它拿去回收 其实这里面的重金属 或里面所有的金属 它其实是可以再被回收 再利用再使用的 那Gogoro有百分之百的一个 motivation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电池是我的财产 我们其实是要改变 所有消费者使用这个能源的方法 我们想要让电动机车 变成每一个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这只是一个理想啊 电动车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啊 因为以后燃油车的大厂 它也会坐电动车啊 只是说它脚步没那么快